暗影豌豆 毒液豌豆 谁才是真正的豌豆之王 首先 两个接受最高都是5节 暗影豌豆 紫卡 冷却时间5秒 阳王下号200点 毒液豌豆 金卡 冷却时间5秒 阳王下号175点 攻击方式 暗影豌豆 普通状态 暗影豌豆可以发射暗影弹 攻击前方的僵尸 如果在前方一格内有僵尸时 则会装肉地底 进入吞噬形态 当僵尸经过时 会被吞噬消灭 然后暗影豌豆也会消失 暗影状态 配合月光化进入暗影形态 从发射暗影弹 变成了发射暗影关束 攻击一条纸机上的僵尸 并且造成解锁效果 且可以将最多三只僵尸吞噬消灭 两接 引流弹 普通状态 有10%的概率 发射一枚比普通子弹更大的暗影弹 暗影状态 发射一道引流激光 三接 引爆弹 普通状态 发射引爆弹的概率提升至20% 暗影状态 发射一道更粗的引流激光 四接 能力觉醒 五接 追光流影 普通状态下 无需在月光化的伴助下 就可以发射引流激光 而暗影状态下 则有概率是第一个被杀死的僵尸 化作黑豆 生成的黑豆 可将一乘一范围内的僵尸 拖入地下 毒液豌豆 当僵尸出现在前方时 会发射毒豌豆进行攻击 对僵尸造成减速并中毒 如果重复攻击头一个目标 可以使毒素叠加 最高五层 一接就能当挑均匀僵尸 两接 用毒高手 当僵尸被毒王都击中五次 则会造成一次毒爆 造成较高伤害 之后重新叠加 三接 周氏毒树 只需击中三次 就可以造成一次毒爆 四接 能力觉醒 五接 毒液连档 有概率连续发射五颗毒豌豆 敌发的毒豌豆会造成单个近视伤害 大招 暗影豌豆 狗狗状态下 向前方发射三枚鬼影球 暗影状态 根据场上存在的月光花加强 一个月光花 鬼影球攻击范围三乘三 两个月光花 鬼影球攻击范围五乘五 三个月光花 鬼影球攻击范围五乘五 独野豌豆 从嘴中吹出巨型毒球 巨型毒球会向前滚去 碾压前方的僵尸 对前方的僵尸造成一定伤害 听中毒 假如僵尸死亡后又遗言 当我戴上皇冠那一刻 即便输了 也不会臣服 也许我吃不到脑子 但我坚信你们能够 若不是无尽的绝望 怎会有极致的疯狂 比起正面的攻击 更可怕的是暗地里十万 其实精神永不破灭 我会归来的 我最终还是回到了死神的怀抱 小鬼 你要好好活下去 我虽然没了 但太阳无法熄灭 双枪十六秒地 双枪松果怎么样 双枪松果好不好用 白犯下 双枪松果 手举双手 时刻准备战斗 关于我是谁 双枪会给招待 当前方有僵尸出现 就会伸手左手 发射松果子弹攻击 该行有僵尸死亡后 双枪松果 下次普攻 则会伸手右手 发射一颗发光松果 可以造成小范围尽射伤害 并击碎僵尸一格 如果面对的是障碍物 它就会持续性发射 发光松果攻击 两阶 由盖利左手发射松果子弹后 右手发射发光松果 五阶 可以发射松果炮 能够击飞当个小体型僵尸 飞行僵尸投眼可以击飞 大招 发射六发 拥有追踪能力的松果花火蛋 注意看 这是一位变身为肌肉猛男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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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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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